本赛季勇士时隔两年后崛起,战绩一路高歌猛进,圣诞大战击败太阳之后再次拿回联盟第一的宝座。 本来这个时间就等着汤普森复出。 没想到库里的帮手一个个都触发了联盟防疫规则,如今就连最后一个帮手被也隔离了。 据NBA记者Shams报道格林在今天的核酸检测中呈阳性,正式触发防疫规则被隔离。 这是勇士第四位被隔离的球员,此前达米恩里、普尔和维金斯均被隔离,他们三人甚至都因此缺席圣诞大战。 显然这对于勇士来说打击是致命的,尤其是格林的缺席,他是球队防守核心,无论是单防还是斜防都是联盟顶级的存在, 本赛季更是排在DPOY榜单的第一名,是库里防守端重要的擦屁股球员,本赛季格林也比过去几个赛季打得更好, 场均8分8篮板7助攻1.4,抢断1.2盖帽,击败太阳的比赛中,他得到8分8篮板,10助攻3抢断3盖帽的数据。 不仅如此,这缺席的四名球员,是除了库里之外,勇士得分最高的四个球员,加上汤普森和榜样怀斯曼,勇士机会就让了一套首发出来。 这阵容怎么看都比上赛季还要惨,几乎就是前几场杜兰特带队的阵容。 所以接下来勇士的日子不好过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未来一周勇士的对手分别是绝经绝经绝世。 你觉得库里带队这三场,勇士能拿下几场胜利?